沒有 因為我們也發到第九章專輯了嘛 那簽名 我想很多熟悉我們的朋友 他可能也不缺我們的這個簽名專輯 對 就是我覺得說人的一生呢 只要有一次簽名應該就夠了 那其實我是比較珍惜跟大家可以眼神對看啊 然後掌心對掌心那種交流的感覺 就是那個可以感受到對方的溫暖的感覺 我就覺得簽名是一個形式啦 那可以看到大家 然後唱歌給大家聽 見到大家還是我們最開心的事情 他會講說你是不是欣宜跟那個阿翔會讀唱歌 欣宜很會唱 女生 算是一個很緊張的一個嘗試 然後這次就是很巧妙的我們兩個的創作 然後可以自己唱 當然就是唱自己的歌會有另外一種壓力 就是會覺得好像沒有唱好 就覺得是是不是對不起自己 但是如果唱好了又覺得 是不是歌寫得不夠好啊就想太多啦 所以這次壓力比較大一點 小威有緊張嗎 小威比較輕鬆 很緊張啊 錄的時候超緊張的 錄的時候超級緊張 但是就是經過了幾次真正的表演之後 現在比較不會緊張 但我有記得我們兩個錄音的時候 就是他錄完的那一天 他就說好餓好餓好餓 然後他就開始找食物吃 然後我錄完的那天我就躺在錄音室的沙發上就睡著了 所以我們兩個就說天啊 他當主唱真的好累喔 我又要吃飽然後又要睡飽 然後老闆就說你看清風是不是 還可以維持這麼瘦 是不是很辛苦 有時候清風都要睡多一點 然後再吃多一點 因為那首歌叫說了再見以後 然後是小威寫的曲子 我只能說小威寫的歌實在是太觸動我的心弦了 然後每一次像上次無眠也是 就是幫用小威的旋律要填上我自己的歌詞的時候 我都還滿有靈感的 所以這首歌也是在北京的機場 大概十五分鐘寫好這首詞 那在錄音的時候就唱著唱著就非常有感覺 然後第二次就邊哭邊唱這樣 所以大家聽到這個版本 其實是一邊落淚一邊唱的一個版本這樣 你唱到這種感覺是出動到心裡的感情 應該是我自己的歌詞觸動到了自己 為了自己感動 嗯 真的還不知道欸 等一下看大家的熱情的反應囉 比較擔心是不知道會簽到多晚 對啊 因為後面還要跟大家簽 因為聽說號碼發到非常後面 所以我們現在很焦慮 剛剛清風有講到的是一個小威的歌 是因為你不出之後 他不可以第一次就是手的載轉機 中間有沒有一些爭執的過程 你是不願意啊 不願意 其實他們滿掙扎的 然後 自己在掙扎 對 但是因為我知道他們真的可以勝任 而且他們真的平常唱歌就很好聽 那如果就是沒有我這麼盧的人 一直逼他們唱的話 他們可能就不會開口這樣 但這一次效果就是出來非常好 然後大家也很喜歡這兩首作品 我就覺得非常值得 聽說號碼啊 有一些威脅過利用 不斷的時間吃東西啊 對 他就是餓嘛 然後不斷叫我睡覺就可以了 你有看過糖果物的故事嗎 他不願意去錄音 我就一直在他面前撒食物 他就一路撿到錄音室就開始唱了 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 對 進了錄音室就會試了 接下來應該主要就是演出為主啦 因為其實我們接下來還有非常多的演出 然後也要到很多地方 對啊 那我想其實演出應該是我們做音樂最喜歡的部分 因為可以真正的把音樂帶到大家面前 讓大家聆聽 所以還滿期待接下來到處唱這些新歌給大家聽 真的